周朗貴 各位好,我今天都當莉腦有取出了佛技法 我方也用佛技法來反駁一下都當莉腦的問點 然後被我告訴他說其實國外要有對外承認 但是這邊又告訴我們說有本國主辦認定的這個原則 也就是說今天國家要是另外一國否定別這個國家的這個主權認定的話 其實並不會造成真正主權的喪失 而且國外對外面也舉出了很多的國際上面的打壓問題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國際上跟國內裡面其實大案認知普遍都不會是這樣子的 跟這邊南方快報的這個資料跟報紙指出說 台灣雖然與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這五國雖然沒有邦交 但是他們有81%的人認為其實中華民國跟台灣都會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且跟中國是沒有關係的 再者在七成五的台灣民眾都會認為台灣的中華民國基本上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再者民進黨團當初陳律隨便總統提出了中華民國四節亂論 告訴大家說中華民國其實就是台灣要得到這樣的主權的認同 所以今天要電話的其實中華民國也就是所謂的台灣 再者剛剛告訴大家是剛剛沒有不斷指出說打壓這件事情 但是打壓是真的上市的主權這件事情嗎 我剛剛是要告訴大家 主權這種事情往往其實是體現在實質跟國際上的交流 而被受到打壓 頂多你是在WHA裡沒有辦法獲得到醫療或是技術上面的資源 你在經濟上面沒有辦法獲得援助 都代表說你的主權真正的上市 而一個人的主權真正上市是來自於大家都不認同他 大家來自於說他自己的我們沒有自己的鈔票 我們沒有自己的國民我們沒有自己的認同 這樣子才是真正的主權的上全入國吧 所以今天不會因為別的國家說你不是結果你就不是一個國家 就好比到說今天一個人 今天一個人他必定得要獲得大家的認同 這樣是最好 但是絕對不會因為別人不承認你就不會死一個人 再者大概就是大家說 面對中一中原則我們究竟要有怎樣的方法可以真正去走向國際 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今天我幫最後有說到說 我們要在體制內來去做一件對的事情 比如說 為什麼民進黨以及本土的社會 我們要透過一場辯論比賽 對公共言論進行一些論辯 是因為我們在體制 我們要守法 我們要理性的來思辨 而不是要來推翻 像廣告告訴大家說 中華民族現在不是一個主權不利的國家 要是真的不是一個主權不利的國家的話 那基本上今天大家要做的事情是革命 是走上街頭是要過去 可能是要創造一些流血的衝突 但是我不會 我們是回歸女性 回歸公共言論的體制 要不然今天蔡英文要選總統的時候 基本上只要在台灣主權獨立的情況底下 他今天不會選的是總統 他今天今天也選的是特首 都沒有能夠共同這樣的論點 都沒有可以認同蔡英文今天是要選特首嗎 所以我們要告訴他 就是台灣在主權獨立的情況底下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依照這樣的體制 這樣的遊戲規則來玩 真正的能夠獲得到台灣的始始主權 蔡英文當上總統之後 才能夠證明才能夠制限 為我們的未來 才能夠建立起更美好的未來 因為政治跟名字是一時的 但是人民的幸福是永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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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來討論幾個問題 第一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你知道憲法就是什麼時候吃店的嗎 你幫我告訴大家 大概是民國三十年代 對不對 好 所以說中華民國一期附有疆域 可能飛行國民大概決定不能夠 變更值嗎 沒有 所以說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民國三年代 會有疆域 明顯是包含中文大陸 沒有 目前我們連那個 清楚的定義都懂 那就是連那個 一個國家的疆域 在哪裡都搞不清楚 然後你跟我們 跟醫生物憲法來講 剛剛說是大法 四十三都把最後的事情 目的有告訴大家 他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現在大家根本不知道 中華民國依據他的憲法 他的疆域在哪裡 好表 好表 四階段就告訴我們 中華民國是台灣 中華民國是台灣 我們不是問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先來討論 要不然你聽到馬英國說過 我們現在的憲法 叫做兩區憲法 一個是中國大陸地區 一個是自由地區 一個是自由地區 對 所以我們大陸說 校長是區長 對不對 要不然你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嗎 根據憲法 我們就是有一個大陸地區 沒有辦法統計到 那我們只能基於 這個所謂的自由地區 所以馬英國說出這樣的言論時候 我們才會放心棘手 我會說 特馬英國 我們必須要修憲 他幹嘛要這樣做 對對對 所以我們都認為說 我們必須要來修憲 自憲跟正義 對不對 對 對 因為現在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前提之下 你才可以修憲 對不對 要不然知道 這樣不好笑 如果說 現在已經主權獨立 如果說現在已經非常有明確的 何必修憲 何必自憲 這個都沒有太說 就是 是不是就是因為 現在主權的定義不夠清楚 統治權的區域定義不夠清楚 那名稱的定義不夠 我們要不勝反應 所以我們要教學校修憲 尤其前提上面的尿路 你幫告訴大家說 要是不是因為主權獨立的話 才能修憲 對 就是因為主權能夠獨立 才有完善體制 就是挑過人民自覺 這樣子的體制 有法理的這種依據 才可以 現在 如果現在已經說得很清楚 如果我們必須要 不需要做任何改變的話 何必修憲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就是 如果已經去主權獨立的話 就不需要證明啊 就不需要自憲啊 就不需要改成台灣啊 對 而是正天2300萬土地的人民 雖然知道的說中 而是台灣真的 更希望能夠台灣 與台灣的敵義 在國際方面 對 所以只有在那個時候 才能修憲 我們討論下一個問題 要不要 我們剛才說 那個在那些 五大國家 有人民認為 我們可能是一個國家 是 那麼請問一下 他們官方怎麼樣 官方如何認為 沒有 管他們 沒有 但是至少我們 只要 世界上面的人民 都是新知 台灣 世界的觀點 各國有沒有認為我們 是一個土星光 沒有 美國指出中華民國 威脅利用 而善失的經濟上面 如果中華民國 是主權上面的淪陷 沒有 如果中華民國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 我們在美國 必須只能設立 文化辦公室 是一段號表 為什麼不能讓大家 沒有錢 不方便 不代表主權上市 沒有辦法設立 任何的官方機構 謝謝大家 後來有其他官方的一分是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中華民國 到底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其實要從對內 以及對外來看 我們一個國家 從對內來看 書上沒有跟他說得很好 其實我們的憲法 都能連我們現在領土 到底規定的是怎麼樣 大家都不清楚 一個主權不變 國人竟然不知道 自己的國在的領土 到底在哪裡 有人覺得說 可能到了大陸地區 有人覺得說 走到 可能只有台灣地區 可是我們必須知道 是蔣介石那時候 就認為我們的固有領土 就是在大陸地區 我想是大家 毋庸置疑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知道的事情 是我們這個領土 在憲法規定下 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 給予我們的主權 到大陸地區 因為我們的人民也沒有 但我們根本也沒有辦法 統治到大陸地區的人民 至少在憲法裡面 我們現在所實行的主權 根本就不完整 但再來我們來看 就是對方沒有說 我們在對外的部分 有13個國家的邦交部 我們只是現在說要打壓 但實際上我們來看 我們說要打壓 打壓的程度是 可能是一點點還是很高 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們不是有23個國家 如果我們是一個正常 主權不變國家 為什麼 全世界有200個國家 他們都不願意給我們邦交嗎 又為什麼 就這23個國家裡面 我們的幫助的國家都很小 像土耳朵只有1萬人 他這聯合國商的能力又是如何 他根本就沒有一個能力 可以讓台灣 能夠交易這個國際組織 好 如果我們來看看 其實中國對我們 到底是打壓還是控制 我們可以發現 中國說我們要跟別人 接FTA的時候 要進入他的同意 新加坡說 好你要跟我建築 那你去問中共 中共說好就好 哪有一個主權不變國家 會說我們變成國家幫助的時候 是極過第三國的同意 我們知道說今天 我們已經不是受到這個打壓 而已 我們根本是受到中國大陸的 潛制跟控制 哪一個國家說 我要加入WHO 還要先拿一個名稱給中共 看說 我們的名字叫做中國台北 或叫做中華台北 他說好 那我們再來加入 如果是一個主權不會上美國 難道他有沒有拿到蘇聯說 喔 蘇聯同意我叫什麼民族 我再加入嗎 又或者是說 今天我們就算加入了 我們 我們的名字叫什麼 我們叫做中華台北 我們叫做台北 金融關稅令 因為這代表是什麼 政府代表我們不要 而是在一個國際同意上 就是沒有辦法 一個國人的名字 明明就叫做中華民族 但是我們為什麼 不要叫做中華民族 你有看到哪一個國家 加入一個國際組織說 你願意放棄自己的國號 然後就有一個地區的名字 然後就說 其實我是因為別人的姨媽 所以我們可以說 我們在對內現場 現在明明就是一個 不完整的主權努力國家 在對外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辦法跟別人 國平等 我們還需要透過中共 就很像是一個中主權的概念 我們對內 也許我們自己做了我們自己的事情 但對外想像是 我們要通過中共 我們認為台灣 都不就是 現在的中華民族 都是一個中共的 反屬國 所以在對外 就不是一個主權努力的國家 那像是在馬英國的時候 我們還倒退 我們還說我們要外交說明 我們不要再去稱 舉日本的外交權力 這是對的 一個主權努力 竟然限制說自己 不要再對別的國家 有任何關係 所以我們認為 現在中華民族 在對內對外 都不是一個主權努力的國家 現在這樣 如果這些人 這樣進行的話 不是一個主權努力的 可以參加 各位好 中華民族 鈴麟您剛說 中華民族現在不是一個主權努力的國家 那我想問你 他現在請 克類時期 可以看我們國際公報 他現在國際公報 叫他台灣秀的一個 是克類時期 就是一個國家 是中國一省嗎 對 是中國的附屬 附屬 你剛剛曾正說的 剛剛說現在台灣 我剛剛真的我們的官機 很像是這樣 所以民方覺得民方站在這個立場 剛剛提倡的是現在台灣 現在台灣為什麼民國是中國的意思 不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不是認為很像是中祖國 也許我們是個政治系統 我們可以做一點點事情 這是民方樂見的狀態嗎 台灣現在要中國的復習 這是在旁邊的小朋友 根本就是民樂見的狀態嗎 那我回答 1.6 今天我們要體認到 我們希望什麼跟視覺是什麼 都是不一樣的 我們希望台灣可以準備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 有用很多方教會 但是我們要提認事實 你們有沒有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要成立台灣的國 因為我們在義中的原理 然後我們要真存是 中國代表權 因此那樣的國家 任何人 所以我們要是 成立台灣的國 而且我們成立台灣的國 我們要怎麼成立台灣的國 都沒有什麼意思 修憲嗎 修憲改變理 對啊 至少還沒有在修憲以後 就不是主權的國家 那我想問你喔 一個主權不獨立的國家 甚至在你剛剛說 我們在對話中下 我們都沒有主權的狀況下 我們要怎麼修憲啊 都沒有 因為我們都不承認 它有權力的國家 都沒有這個修憲的意義在哪裡 都沒有 不會啊 我們現在在 我們有自己的政治制度 我們還可以修憲 修憲都沒有 沒有關係啊 我們在這個特定地區 我們有自己的制度 我們有自己的理論 我們可以控制自己 我們有憲法 都沒有不主權 因為對外關係不足量 我們很多事情就會受到 很重 難問你喔 受到大家的關係 譬如說我們 美國沒有錢 我們沒錯吧 對 它怎麼影響我們的主權 運作 他會說像是 我們美國 你有沒有要進口 都沒有我給你解釋 像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要 我們覺得 美國有要進口 說美國就會打壓 你不能 忽不舒服 可能是 都沒有跟我們講完 你不能跟我們講完 你不能跟我們講完 或譬如說 我們要攻投手 中共大陸說 還在威脅我們要投飛彈 都沒有他不一定在干涉我們啊 都沒有 他打壓是不要干涉 干涉是要亂講 都沒有這樣 我問你好 都沒有 美國說不承認我對不對 那美國可以 隨便就站在這塊土地上 他進來的時候 不要通過我們簽證 不用辦理我們 他用這個時候 不用付出我們的法律嗎 是這個樣子嗎 要啊 那為什麼要 我們現在有法律 可以控制跟管家 不一樣 這個要不要對外 其實都沒有他 他官方都沒有承認我們啊 都沒有 實際上 實際上跟管家 我們會在討論一下 你不要說 對外我們沒有權力關係 沒錯吧 我們沒有正式的 外交威 我們自己覺得有 但事實際上沒有 因為沒有跟國家 你進來的時候 要通過我們的機場 你會不會爆料 要被我們檢查 出海關嗎 對 那為什麼 對內的事物 不都沒有 對內的事物 我們都可以解決 但對外事物沒有 都沒有 對外事物沒有 對啊 都沒有 對外事物沒有 怎麼影響到我們 主義權的運作 跟賭力 你剛剛告訴大家 你怎麼 你怎麼一直在找 對內事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